這些東西他其實都設計好了 設計好就是說 包括他講85度C 記者怎麼提問他怎麼回答 這個就是他 已經部署好完整的說明 劇本 這是劇本 那記者配合著這樣就出來了 出來就表示說他的態度了 那當然包括左衛的咖啡 這個都已經設計在裡面了 可是你看到賴清德 為什麼要再講北風與太陽 他表示他跟蔡英文是有一些差異的 有些差異的 蔡英文現在是要跟中共來對桿 那賴清德現在表現說 他好像走了比較是溫和的路線 這個路線是什麼 這個路線就是柯文哲的路線 大家最大的工業術就在這裡 柯文哲現在的 為什麼人氣這麼高 因為每一個顏色的人都可以支持他 覺得說他就是我們的人 現在變成四種顏色 連橘色的人 今天上午都全力挺他了 橘色本來他第一次選市長的時候 就挺他 宋徐就挺他 你忘了 橘色不是挺他 橘色其實擁抱他 又知道他票很多 這是親民黨 從來就是這種黨 但是你今天看到 所有這些東西表演出來的話 那對台灣來講有什麼意義 其實現在台灣我們前面講 慰安路是815日本投降 過兩天是823 也是我們保家衛國的一場勝戰 他中間代表是怎麼樣 代表是中華民國為什麼一直存在 因為有很多人在奴隸 那在這奴隸裡面 也有很多人受到傷害 慰安路受到傷害 老兵誓死捍衛金門 然後他打下了這場勝戰 所有東西都代表說 很多人對這塊土地 他過去有受過一些欺辱 很多人有這個貢獻 為什麼 因為我們熱愛我們的國家 中華民國一直在這樣 但是你看到蔡英文 他表現不這樣 他表現就是說 我這東西可以應用到嫌疾 那嫌疾裡面就有很多故事 譬如說我們在討論的課綱 柯剛就是為什麼我們節目裡次 做慰安路做了不下一二十次 因為慰安路是被迫不是自厭的 這是一個人性 大家應該講出來的 只要你是人類 可是林進黨跟親民黨就是挺 他們就是自厭的 就這樣 那我們現在做什麼 有些對抗 然後又有賴清德的動作 現在亞運在比賽 昨天有四個日本的籃球隊員 跑去喝花酒 穿他們的制服 結果被人家拍到 發現趕快出來道歉 連這種事情日本人都道歉 慰安路不道歉 他們就反正不道歉 不賠償 而且還要求你把銅像給我拿走 就是這麼蠻恨 可是你今天看到了 我剛剛講的課綱 民進黨還有媒體 這是今天的媒體 自由時報 亞運射擊射倒中國 台灣守金入袋 其實今天四大報有三個報 都是用這個做頭條 就是我們拿到了射擊的比賽的冠軍 你要看其他的媒體 沒有射倒中國 大家都很正常啊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報紙叫中國時報 是 怎麼樣 中華民國不是中國嗎 就是中國 所以你是把我們自己射倒了嗎 你是怎樣 可是最好笑的是什麼 我們好像不得了 守金入袋 你知道所有比賽 昨天第一名是誰嗎 中國大陸拿七斤 他有沒有說我射倒 我踢倒台灣 沒有啊 所以就用這種東西一直在置入 這樣子的一種政治的環境委員 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 你們國民黨現在已經 一天到晚都被打擊 到處都每一天都有新的打擊 國民黨的新聞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當然 其實以捍衛中華民國來講 大家仔細去檢視 國民黨還是捍衛中華民國 最有利的 你說慰安婦的議題 這也是國民黨 其實我們很用力在做的 不只是朋友 其實國民黨 我們必須大方的承認 國民黨也有在做 因為他所在地 就是台南市黨部 國民黨的地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大方承認 我們不會覺得我們做這件事 有什麼不對啊 他的發起人 就是你們的謝龍切 是啊 所以我們絕對是大方承認 馬前總統也用力在做 然後丁守中參選人 市長參選人 他也說他也下去看了 他說如果他當選市長 他不只台南設 他在台北 他也要設 這個就是國民黨的態度 我們從上到下 其實都是一致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民進黨 他其實在一些議題 這種該是關鍵性的議題 他是閃躲的 所以你看剛剛前面幾位 他們包括賴清德也好 林佳龍也好 蔡英文也好 他們的言論就是反反覆覆 這是媚日反中 媚日反中 結束了 然後但是他反中 現在又落入一個吊詭 他又不是極力的反 剛剛講的 他們為什麼一直搬出太陽理論 就是如果他是真的跟大陸 是嚴重對抗的話 他又承擔不起 之前的那個整個國訪的報告 已經告訴大家了 我們沒有本事做一個很激烈的對抗 所以他只好取巧的 有時候呢 覺得訴諸台灣的民粹 民意的時候 就喊得很大聲 所以你看賴清德 一下子說他是盲見客 一下子又說 希望他扮演是太陽的角色 你就覺得他的態度 一直在這兩邊游移 所以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雖然大家對於這個國民黨 可能還有一些批評 但是我必須坦白講 在兩岸的關係的維持上面 跟捍衛中華民國的立場上面 國民黨是從頭到尾 我們的立場是最穩健 而且是最一致的 好 國民黨的態度是這樣子 那民進黨呢 我要表演昧日 我要表演反中仇中 但我實際上是怎麼樣呢 最近有一個政壇最大的花邊新聞 就是台南市的民進黨的 市議員候選人叫黃偉展 他給我跟我哥哥 他給我跟我哥哥 製造這幾天很大的困擾 因為太多人問我說 他是不是我們 不是 不是 他呢 因為他有婚外情 而且婚外情已經排到小五了 對 然後呢 最後小五還出來爆了很多料 最後他宣布退選 精彩的是在這裡 精彩的是說他的小五出來爆料 他說這個黃偉展呢 會曾經到大陸投資 這是第一點 他是民進黨的里長 他是民進黨的市議員候選人 可是他到大陸投資過 而且因為他去投資 那個小五就問他說 你是民進黨的 民進黨不是那麼很恨中共嗎 為什麼到大陸去投資呢 然後黃偉展就回他說 去大陸投資 人家也要看你是不是一個 選上議員 我再去大陸投資 我就更方便了 好 最後一句更精彩 很多民進黨的官員 都到大陸投資 所以施誠 這個跟我們沒有任何關係的黃偉展 讓大家看到民進黨的真面目嗎 我覺得之前這個事件出來之後 我覺得民進黨的反應最讓人匪夷所思 包括他的婦女部 包括他的婚區委員林進行說 這是私人領域 錯 如果他是一個單純的婚外情的是私人領域 他跟小二小三小四小五 對不起我要說這個人不是私人領域 如果他是國民黨的民進黨會不會跳出來罵 一定的 包括只要講一講就跳出來罵 包括韓國瑜講一些言論 他不是出來罵嗎 我要講說 幸好他這次沒選 不然的話你知道嗎 這個人不是婚外情 這個人是色情狂 如果當他選上那個議員 他還得了嗎 知道民進黨的真面目是這樣子 好那國民黨已經 已經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可是政壇現在隱隱然生出來一顆 被很多人認為是將來最大的一顆太陽 所謂台灣最大的公約數 柯文哲又有他的新聞 而這一次是對岸給他的新聞 大陸央視第四套節目裡面 播了一百四十五秒 就兩分多鐘柯文哲競選的新聞 其實這本來不是一件大事 但是立刻台灣這邊就震動了 記者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安排好 還是記者主動覺得很好奇 就去問柯文哲說 市長有沒有看到央視的報導 還稱您可能選下次的總統 然後柯文哲說 我絕對沒有買央視的廣告OK 柯文哲這回答會不會太輕挑了 人家是新聞報導 你以為央視是可以跟台灣的某些媒體 你可以去買業配 可以假裝花錢然後買新聞的嗎 然後記者又問 央視以長篇幅 介紹台灣政治人物相當難得 代表他們很認同您 這個記者是哪一個記者 我不知道 因為不太及格吧 這樣的報導 不見得就表示很認同 只能說央視他們注意到這個現象 因為柯文哲你看他講說 在台灣 網宣團隊著力於 將網絡的高人氣轉化為選票 這沒有表示央視很認同你啊 然後柯文哲又說 你這樣講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然後記者說會不會擔心被染紅 柯文哲說我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但我可以保證沒有買廣告 也沒有買業配 柯文哲是買廣告跟業配 買上癮了嗎 好 那丁守中吃醋了 丁守中被問到的時候 立刻說 台灣的選舉 央視不要指指點點 台灣誰是藍綠的最大公約數 絕對不是中共中央電視台說的算 丁守中你瘋了嗎 人家沒有報導的自由嗎 好 然後傳說柯文哲要選 要組台灣民眾黨 柯文哲沒有否認喔 他只說常常在報紙上 讀到我的作戰計畫這很奇怪 我沒有說要選總統 也沒有說要組黨 為什麼老是傳來傳去 但是他說 其實我也是整個台灣社會 最大公約數 因為我以前當醫生 宋楚瑜也出來蹭熱點 宋楚瑜跳出來 以整個親民黨的身份 當然他跟無黨籍的 成立了台北監督連線 出來力挺柯文哲為憾 柯文哲的現象 我們講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說 央視報導他 不代表央視支持他 7年世大運8月31號就結束了 然後安排的業配安排到今年 所以這種人就是 他拿台北市政府的錢 在玩他自己的 所以你看到這種人還洋洋自得 就是就很多人當然看不清 但是台灣他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他現在有一個 自己認為最大的公約數目